我也没有呀 我觉得我们之前 在学校那时候还挺好的 我俩也就是 差不多都能每天在一块嘛 然后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但是现在你看看他就 对我这种态度 是特别不端正 我觉得就有问题 要不然你就是能多陪陪我 要不然你至少能让我感觉到 你在乎我呀 但我现在觉得 我啥都感觉不到 不是 啥意思呢 就是 不陪我理解 在乎是个什么意思 你能直白一点吗 就是你看 就根本就跟他说话呀 想跟他见面 根本也感觉不到他在乎我 就是你要不然 就给我点安全感对吧 你们过去谈的好吗 还行嘛 就是之前 反正他情商也有点低 他情商怎么低啊 就我过生日嘛 我就想着 你说女朋友过生日 男朋友送个礼物 挺正常的吧 我就跟他说 那你给我买个口红吧 我觉得在他 能力承受范围之内 然后我就给他说了 这好家伙 给我一大通教育啊 从来之前就哄我的时候 跟我说话的时候 没有那么耐心过 说那么多句话 这家伙一套一套的 给我教育的 我就 我就特别生气 后来送他什么吧 我送他 点书 我想让他去看点书 就说这书 我就更生气了 就是你说 那大夏天了是吧 我就明确跟他说了 我想要口红 不给也就算了 大夏天了 我去楼下拿快递 死沉死沉的 我还想着这多大惊喜 这么厚重的礼物 费劲把力搬上去了之后 发现一楼书 我打开之后 我都欺诈了 啥书啊 可能书有问题你知道吧 什么那个 没伞的孩子 必须奔跑啊 就那种的 我就觉得 有这个啊 今天礼物打开了 笑不出来了 都什么书啊 你不努力 谁会给你想要的生活 是吧 所有失去的 冲将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 怕就怕会输一辈子 没伞的孩子 你只是看起来 跑得很努力 知道什么书啊 全是成功学教育 他平常他朋友圈 整天跟我说 这个小姑娘 他男朋友送她个口红 那个小姑娘送她 送她一个包包 我就感觉 她就有点那种 攀比的小心理 我就不喜欢那种女孩子 我也不喜欢 她成为那种女孩子 我就觉得 那口红合了以后 吃了也不好 对身体也不好 我就想让她 多多点说那保护师叔 然后往那一站 会有师叔气自滑 对不对 那多有气质啊 不比涂点口红好吗 是是是 什么保护师叔 我气都让你给气饱了 我都渴上去了 就这事 而且啊就是 之前跟她一块嘛 在学校 然后我也想着 就总想着陪陪她 我就跟她一块去打游戏 我就是一个操作 没操作好 就熟了 然后就 这家伙给我脾气大的 就给我发脾气 还跟我摔键盘 还吼我 她那个是 一个操作没操作好吗 她那一连转操作 没操作好 她那就是菜 我给她说了 我说你别跟我一块玩 各玩各的 我上上分 她非得跟我一块玩 我说我就纳了闷了 我坐这陪着你不就行了 你非得跟我一块玩 不就一出游戏 你叫什么招啊你 那我输了 我就是不高兴 对啊你这是要你游戏 还是要你女朋友呀 那我当然要你了 我不要你 我来这干啥 那你跟人摔什么键盘啊 我就是生气 我就是觉得 我不想输 然后她非得跟我玩 我就说了 自己玩自己的 她非得跟我玩 她一点都不考虑我感受 对 男生有点 这个骨气也挺好的 就不想输嘛 别的呢 然后还有之前 就是我期末快考试了 我就想着 她比我大一件 就是我有一个科目不太好 我想着要不然让她教教我 在大学里边 是把小哥哥带着学习 多浪漫一事啊 我满心欢喜地去了 结果又给我气哭了 又回宿舍了 我给她说我不会 然后她就 也就是那种冷嘲热讽 然后也不好好讲那种态度 这回可是用着她了 就这样对我 我都跟她 好好给她讲题嘛 对吧 我就觉得我讲得够清楚啊 她就眼神在那儿 六神无主的样子 然后我就感觉 她没好好听 六神无主看谁呢 不是 她叫空洞那种感觉 不就看你的吗 就是我给她讲一遍了 她问我第二遍 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觉得 没有 我就是那个啥 我那是思路没跟上 她语言速度 我就反应反应 我都不想讲了 我都生气 又气啥 我都给她讲一遍了 她也不好好听 她发呆 我能不生气吗 不好好听了 我当然想自己考好了是吧 然后我就是讲得太多 没记住 行 听明白了